这个男孩正被几个恶霸欺负 结果引来了水族管理的鲨鱼也有 锅里都被撞出了猎人 险些就要冲出来保护这个男孩 下一秒男孩手指轻轻一挥 眼睛变换成闪闪发光的金铜眼 水族管理的所有生物似乎都受到召唤 汇聚在男孩面前 他的超能力就此觉醒 男孩不仅可以与海洋生物交流 还能够在海洋里急速飞行 速度比鲨鱼还快 那双金铜眼让他可以在漆黑的深海中看到任何东西 他的母亲是亚特兰帝斯女 为了躲避国王的包办婚姻 逃到了人类世界 地外被海边的灯塔看守者发现 将他拯救了上来 出到人类世界的他还有些慌张 直接抓起男主 当看到电视机播放着舰艇攻击海洋生物的话 直接用三叉体将电视砸了个稀巴烂 随后因为伤势过度阴折了过去 等他醒来 紧张地看着这个陌生的世界 直接捡起浴缸中的一条鱼吞了下去 男人看到这一幕也是惊呆了 在男人的悉心照料下 女王逐渐对他产生了好感 两人日久生情 一段跨越种族的爱情就此代表 不久之后 他们生下一名男婴 并娶名亚瑟 本以为日子就可以安稳度过下去 谁料这天 亚瑟兰帝斯国王突然派出军队来抓捕女人 他赶紧让男人将亚瑟藏好 随后与他们私打一起 多年不战斗的 武力值依然不及 男人则趁机将他的三叉体扔给他 没多久 就解决了这些人 但女王深知 这些人不会善把甘休 为了男人和亚瑟的安全 女王决定主动回去 并答应男人解决完问题后就会回来 于是在后来的二十年里 男人每天都会在桥头等待他的回来 但始终不见女王的下落 而亚瑟也已经成年 亚瑟为了早日见到母亲 一直跟随一个叫维科的人训练 他也是来自亚特兰蒂斯 并期望亚瑟能够将来回去当国王 但亚瑟并不感兴趣 只想见到母亲 认为维科一直在欺骗自己 无奈之下 维科告诉了亚瑟 他的母亲当年回去以后被迫嫁给了国王 并生下一个弟弟奥姆 但后来国王知道了他与人类生子的事情 便将他扔进了海狗王国 凡是去往那里的人基本不能生活 如今奥姆已然成为了新国王 但他野心不紧 试图消灭破坏海洋的人们 这天一群海盗劫持了一艘军方潜艇 他们杀害了潜艇上的很多船员 危急时刻 一个巨人突然撞击了潜艇 吓得海盗很是猛的 原来是亚瑟在用他那强大的身体 将潜艇从深海拖到了海面上 随后他又潜入潜艇内部 海盗看到后 紧张的疯狂向他射击 但如今的亚瑟战斗力已经很强大 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他们 甚至还有人想用敌手刺向他 结果他刀枪不入 随后又有一个人趁机想要发射套 眼看亚瑟被轰倒在地上 结果下一秒再次站立了起来 直接用标杆紧直至 随后船体开始破热 大量海水涌入田区 海盗丧彪还想让亚瑟做他父亲 但亚瑟可没那么圣女性 这也让丧彪对亚瑟充满了重合 成了他将来的一大宿敌 与此同时 奥姆国王试图联合海洋七大国王 共同消灭人物 首先找到了泽贝尔国王 起初他是拒绝的 可就在这时 一艘潜艇突然偷袭而来 向他们发射了一枚鱼雷 几人四处躲避 但潜艇仍继续向他们趴 泽贝尔国王躲避不及时 被神像砸中身体 奥姆出手相救将其拉住 随后奥姆驾驶战舰向人类潜艇 不料潜艇发出更猛烈的攻击 泽贝尔国王在后面帮忙 奥姆国王则冲击过去 用三叉戟之间反过去 将其彻底退 事后 泽贝尔国王见人类如此卑劣 也改变了决定 答应奥姆一同消灭人类 但殊不知 这都是奥姆诱惑海盗丧雕干的 给了他不少报仇 不久之后 奥姆就向人类发动了一次惩罚 这天亚瑟在与父亲回家路上 海面上突然卷起巨浪 快速地向陆地袭来 他们驾驶的汽车 亚瑟也在巨浪中被淹没 将他们两人冲散开了 亚瑟拼尽全力寻找父亲 但充斥着垃圾的海水 根本寻找不到父亲的宗物 就在这时 眼前突然出现一个 被包裹着的神秘囚体 他走近一看 一个身着蓝色的女子 在用魔法捕倒海水的眼睛 并将附近海水退了回去 亚瑟随之也找到了父亲 但他被大量水泡淹没 已经奄奄一吸 这时女人用魔法吸出了 他父亲体内的水泡 就回了他父亲 而这个女人 就是泽贝尔国王的公主妹了 不仅如此 全球各地都陆续出现了 海水淹没的报道 并将人类丢弃的垃圾冲到岸边 似乎是海洋对人类的惩罚 面对人类肆无忌惮的破坑 甚至将核辐射涌入海洋 惩罚真的会到来吗 事后 公主告诉了关于亚特兰蒂斯的命 希望他能阻止这一切 他是亚特兰蒂斯最厉害的 法器锻造师 却意外制造出了 神器黄金三叉子 国王试图借助他的力量 征服世界 建立了宏伟的亚特兰蒂斯 但他不满于现状 企图提取出三叉子的力量 结果却导致整个亚特兰蒂斯山崩离西 所有建筑拔地而起 科技文明毁于一旦 就此陨落于海底 并分裂成了七大王国 但受死的骆驼迪马大 他们在三叉子的庇护下 开始在海洋进化 有的进化成人形高等物体 有的则进化成水怪 而国王深知自己罪孽深重 便将自己关押在了一处无人之地 三叉子就此消失 而如今奥姆国王有心膨胀 试图消灭人类 要想阻止这一切 只有找到三叉子 借助他的力量打败他 随后亚瑟决定随同公主 前往亚特兰蒂斯一探究竟 他们来到深海处一个集装箱中 找到了之前藏在这里的潜艇 他们穿过美丽的海底隧头 这里是通向亚特兰蒂斯殿堂的必经之路 上方有激光炮监视 进入这里都需要进行身份试试 穿过这里 映入眼前的是一个繁华的地下世界 亚瑟对这里如此先进的程度是惊艳 随后他们悄悄进入了一个秘密场所 里面与水世界格局出来 维科在这里已经等候多时 他将三叉子的线索交给亚瑟 可就在这时 一声猛烈的爆炸 奥姆的护卫队突然潮 试图抓捕亚瑟 为了隐藏身份 公主和维科只能先躲藏起来 但这几个小兵怎么能是亚瑟对手 随后又来了几个红衣战士 依旧被亚瑟轻轻紧紧 不料一名红衣战士突然发射出超能高炮 亚瑟反应不及时被打倒在里 等他醒来 已经来到了亚特兰蒂斯宫殿 他被几个大汉用铁锁红横保住 最前面高高在上的就是他的弟弟奥姆 不断向亚瑟发出侮辱挑衅 被激怒的他冲上前去 是要与他决战为母亲报仇 而这也正中奥姆下怀 答应了他的挑战前去 奥姆要让所有人都知道自己才是真正的王 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的除掉他 公主试图劝阻这一切 但已经为时已晚 露气冲天的亚瑟根本不惧怕这一切 一场亚特兰蒂斯国王的争夺战 决定着人类是否会被消灭 只见奥姆国王飞跃挑战台 诸威呐喊的声音响彻全场 当来自禄帝生活的亚瑟登上战台 迎来的却是一片唏嘘声 王之对决就此开始 奥姆主动出击 用三叉戟飞速刺向亚瑟 几个回合下来 两人不分胜口 在陆地上毫无对手的亚瑟 显然不适应深海战台 两人从战台打到火焰上 来回穿梭于整个竞技场 此于下风的亚瑟 被奥姆用三叉戟十字扣住 向火焰中吓掉 危急时刻 亚瑟利用三叉戟刹车减速 才算百拨数 很明显奥姆不是来战斗 是要谋杀亚瑟 直接向他扔了一个火球 亚瑟用三叉戟抵挡 随后两人拼尽全力向对方 冲击波震慑整个竞技场 但战斗仍在继续 从台下打到石像上方 但海底毕竟不是亚瑟的主战场 战斗力持续下降 奥姆几个连续吹打 亚瑟使用的三叉戟也被劈成 这也是他母亲留给他的唯一 但奥姆仍不肯放手 旁边的公主眼看形势不对 趁机使用魔法偷袭 用水流将气困住 随后将亚瑟整就走了 两人乘坐潜艇快速逃离 奥姆派出战机在后面全追不舍 但公主的潜艇根本没有武器系 只能来回躲闪 而此时奥姆也亲自驾驶飞船追了过来 三人六目相对 殿堂出口的武器系统向他们发射导弹 奥姆的潜艇也瞄转他 一枚导弹下去 躲避不及时 潜艇开始坠落 而下面就是火焰 眼看就要羽恨系统 他们及时跳了出来 奥姆眼看飞船已经坠落到火焰中 以为他们已经挂了 就放心离开了 关键时刻 鲸鱼出现在他们面前 亚瑟利用他们能与海洋生物交流的武器 躲进了他口中 随后两人来到了沙漠中 准备寻找黄金三叉子 与此同时 奥姆国王仍在谋划集结军队 一举歼灭人类 但按照他们的规定 需要四个海洋国王同意 才可以向人类发动战争 这次他找到了鱼人 但他们是一个充满人文司机 国王拒绝配合出战 作为具有阴障思维的奥姆 既然他不配合自己 直接一怒之下杀害了七国王 威胁继承王威的女儿一同出战 这操作是不是很熟悉 与此同时 奥姆也发现了亚瑟和公主 他们依然存活 准备再次派人杀害他们